好之前有民眾趁著這個國慶連假想要放鬆一下 就入住到墾丁的民宿 但沒有想到第一個晚上你看到他的孩子 整個身上就出現疹子 而且還養到不行 到了第二天不止孩子了 連家長還有同行的友人 的小朋友也有類似的狀況 他們不禁懷疑是不是內部環境的問題 不過業者聽到之後現在把矛頭指向了 不跟他們沒關 是跟毛毛蟲有關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來聽專業的皮膚科怎麼說 全部都是很誇張 看到性愛的寶貝全身紅重 甚至羊到不斷哭寒 臉上滿是淚痕實在好心疼 而這一切讓他們不禁懷疑 是環境不乾淨引起的 弟弟又在開始就是哭寒 連姐姐都身上都開始 就是也不是跟你要這個醫藥費 我花一萬塊然後跟你要兩百塊 原來是這一家人日前入住墾丁民宿 第一晚睡不到一小時 孩子身上就出現紅重 第二天一家四口接連有相同症狀 就連同行友人的孩子睡在同一張床上也逃不過 當下業者認為應該是狠春毛毛蟲大爆發才會過敏 這個說法也讓他們無法接受 緊急出面致歉更強調不會謝責 其實說到毛毛蟲皮膚炎 一般都是在春夏比較炎熱的環境才會發生 人體只要接觸到它的肛毛 就會有一顆顆紅豆般大小的紅疹 肩頸胸背部四肢最常見 不對稱的在某些特定地方會特別集中 我說因為小孩又很小 你如果說抽一些冰敷的話 它的冰敷的效果還蠻有限的 大家會講到床單髒 床室在台灣其實不容易出現 究竟這家人是不是毛毛蟲皮膚炎 還是得透過醫生診斷才能知曉 不過出門完卻突然全身紅腫 起氧無比 恐怕這趟旅程也泡湯 玩不下去 華視新聞屏東 綜合報導